SCOBEAN CHANNEL Hello guys Now you are watching SCOBEAN CHANNEL's YouTube channel 今天其實是第43週 原本是想說 之前的影片好像沒有 一個 一週的連續性 所以原本這一週是想要記個流水帳 但是我不知道夠不夠 剛好有一些發生一些事情 讓我必須講一些話 我後來決定 如果流水帳的素材夠的話 我就 把這一段話留到第44週 那如果流水帳的話 不夠就留到 就是放在第43週 反正意思就是 家裡人拿電話過來 說前幾週的那支影片 可能不太適合放在網路上 那我 原本就是 算是承諾 跟堅持 管眾說Vlog系列要 一週一支 那我覺得答應下來的事情 說到做到了 所以我就繼續記錄 有些 縱使我摔車了 有一些 縱使我摔車了 有一些 縱使我摔車了 有一些很無聊的閒聊 縱使我發現 純紀錄的生活 開始有點乏味 我就想說 要開始學一些說故事的剪輯 對,所以我還是堅持著記錄著 只是 只是 只是我不曾幾何時 我表達自己的看法 要經過別人的同意 這裡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連想當自由的人 這種話都說 我不能說 再怎麼說 這也是我的頻道 不違反善良風俗 社群法則 跟法律道德 我不行表達嗎? 總之說,人家會看到 人家會拿著你的過去來檢視 是誰每個時段的觀念 價值觀看法 都會一模一樣 能夠拿著過去的自己 來檢視未來 代表著自己的存在及改變 這樣子的紀錄 還要被所謂的邪情長輩的建議下說三道四 說著可能會被未來老闆是其他人看見 如果人了解或是認同 那就是緣分 如果 道不同 那就不相為謀罷 多多長長遮遮掩掩掩 不能夠表達正義 甚至是告訴各位其他人自己的理念 那我當初為什麼要拍片剪片 我身在台灣 很抱歷史的過去 珍惜眼前當下 對未來抱持著希望 不自願之意 縱使生活上有那麼些不如意 勇敢向前 我就也代表著人生的意義 好奇霧了 該下山